请问宋云化小姐 你去嘎那是什么感觉 紧张吗 挺紧张的 然后那个时候最怕红毯跌倒 因为我膝盖前身受伤了 所以满脑子想别跌倒 拍戏受伤吗 不是 打球受伤 私人的想要练一下雨球 就会打一打球受伤 好吧 注意安全 宋威龙前身 最近除了宣传 我的青春都是你 还在忙些什么 开戏啊 开戏 昨天很晚才到 很晚到 对 开戏 努力开戏 累吗 还好 但看到我还挺开心的吧 太开心了 开心都说不出话了 你能不能真心 你真心 镜头这个 真心 好啦 辛苦辛苦 加油 加油 哈喽 爱奇艺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宋伟龙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宋伟龙 她是方雨可 然后是一个学霸 然后是一个比较害羞 但是默默会帮你付出很多事情的贴心暖男 她是周玲玲 她是一个很可爱很活泼 但是又很 情商又不是很高的原因 就是我对她默默付出 她又感受不到的一个人 就一定要说出来 分别说出周玲玲的方雨可 智商分出 周玲玲 她肯定满分100 她肯定200吧 但她情商应该不太够 情商大概0吧 周玲玲智商很低 情商也很高 刚好机格 刚好相反 刚好机格 对对对 所以你们两个还记得 就是私下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吗 开机的时候 订装的时候吧 开机的时候就订装的时候吧 订装先再开机 再拍吧 反正当天 都是当天 对对对 当天的时候 我们先订装 然后拍照 然后没有聊太多 因为那天挺忙的 对对对 三年前的事情 对 然后我还觉得她挺帅的 所以有点小害羞 就我对她的印象 就是刚开始还停留在 就是我的少女时代 你觉得她以为她是一个 就是很活泼 然后很 很好说 很活泼的一个人 然后就是看到本人之后 就觉得是一个很照顾人的一个人 对 很懂事的一个人 所以她记得当时自己 就是彼此穿了一首衣服 这个是真棒 这个真棒 真棒了 几年前了 应该穿戏服吧 我们那时候都已经弄好 两年前还是三年前 两年前 三年前 三年前 对 我们就穿戏里的衣服 然后弄好造型 然后 对对对 才碰到 所以用三个词 来形容彼此的性格格 周玲玲 我觉得是 就我要说对方的吗 对对对对 说对方的 我本人 是吗 本人吗 还是 本人 我觉得就是很开朗 然后 也很照顾人 然后 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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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认真的一个女生 宋伟龙是一个很贴心 然后 也很照顾人 然后 有点小男孩子气很可爱的样子 小男孩子气挺难道 有时候 要打游戏啊 或什么 或者有的时候 他讲到他比较有兴趣的话题的时候 瞬间会变得 对 平时有话少 对他平时话比较少 所以合作时候 你们觉得就是各自觉得拍的最末期的一场是那场戏 我觉得是那场 跳舞吧 跳舞 当下的感觉啊 什么的 玩的那种感觉 配合的还是很好的 对 默契是把文台养出来的 对 天生默契 对方诠释最好的一场戏 我还是觉得是那场 对 因为 临场发挥就是更自然 感觉就是 两个人就虽然话少 但是 方云可的眼神里可能 就是 会被那场戏带入吧 对 对 我自己也挺喜欢舞会那场 嗯 就变帅了吗 哈哈 都是都是这样子 没有 但其实前面他 我自己比较喜欢你前面比较有点戳戳的样子 其实我自己也喜欢 对 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是说舞会那场是因为很大场 然后我们那天镜头也是一直旋转的拍 其实拍了好几颗镜头 但是那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她在讲她的方云可的 对周灵灵的一些内心话 然后周灵灵喝醉了这样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也挺有默契的 对 因为我平时就是话比较少 然后呆呆的 然后到那天就感觉突然爆发了一样 就为了保护她嘛 就觉得 这个男孩子就是 不像是平时那样子 对 所以自己喜欢的人就突然突然爆发了 就你们的观察的话 对方拍戏的时候有什么小习惯吗 拍之前先两个人都挺安静的 拍之后因为角色的关系 所以才突然转变 突然转变 对 6月21日电影《我的青春都是你》即将上映啦 我建议大家可以带着 因为是讲一个暗恋跟被暗恋的故事 所以大家可以偷偷带着自己暗恋的对象 或是被暗恋的对象 想要进一步发展的话 来看这部电影 书不定就会有很好的结果 对 开玩笑开玩笑 就是希望大家看完这部电影都能想起青春里那个人 这一次就是可以跟我们讲好说 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你们自己各自饰演的一个角色 然后再用这三个形容词再来形容一下对方的一个 就是半角色是怎样子的 呃我饰演的是周玲玲 然后三个形容词就是活泼勇敢 情商不太高 那你再形容一下魏龙饰演的比较 他饰演的是方雨可 我觉得就是有点贴心 然后有点闷骚吧 话不多带到默默做很多事 然后还有其实性格还挺可爱的 嗯魏龙呢 嗯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简单很活泼的女孩 然后也是情商不太高吧 就是方雨可对他默默付出这么多他竟然没有发现 嗯 然后我是一个呆呆的 然后然后很真诚的一个男孩 嗯 然后有点傻吧傻里傻气的 但是是个学霸 但是是个学霸智商高情商低 对我对 但是系里面就是一个学霸一个学渣嘛 然后想问一下说就是那演学霸和学渣都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感觉呢 演学 学 学 我没体验过 没体验过 学霸的感觉我也没体验过 学渣的话还挺有点说挺苦恼的 你花了很多时间一直念书一直念书但好像怎么样都看不到成效 但是周灵灵有一个优点就是他因为方雨可然后努力不屑最后哎还是好像回个学校了 对对对 是你会得到了方雨可的一个帮助是吧 没有就是是因为我们是邻居嘛 然后我妈就会说你看隔壁家方雨可 剧透了剧透了 这这还好吧 学习学习这么好跟着人家学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本来是对他有点恨意的因为因为他我就逼得得一直念书 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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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剩下的大家都点阅去看啊 看 那威龙呢你这次演的是学霸型吗 对就是一个学霸型然后很受大家追捧 但是就是只是智商高而已是一个类似于理工男那种感觉吧 呆呆的生活上比较对对对 那在生活中的话是是是属于那种就是学霸型的还是学假型 就以前自己就是读书的一个生活中 你说我们本人以前对对对 我好像是中间的不高也不低就都会及格但也没特别好 是正常吧正常正常 嗯外龙呢怎么说都不对那只能说中间的了 咋你中间的中间的 那有没有就是说如果呃就考试的时候考不及格的时候有没有考不及格的经验呢 肯定有吧大家应该都有吧你没有啊 还有没有啊 只有我有是不是 我有有有有 就是考到不及格和考满分的时候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当下的是这样的心情的 你觉得呢你觉得考满分考低分那个什么感觉 就是要举例子嘛 以前都会给那个爸爸妈妈签名嘛稍微看一下分数 因为不及格的就假装没这回事 自己改分自己自己自己偷偷签一下对 然后如果满分的话当然就很骄傲的给爸爸妈妈签名这样 对对对 嗯那想问一下就是在呃电影中就是帮助威龙就是追女生的招数里面吗有就是有哪个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呃叫他跳舞吧 嗯对 少剧头点 少 少剧头点 跳舞 大家也是觉得 哎可可这个就是也是一个亮点吗可以吸引到观众吗 预告有 就两个人一起跳舞对培养一些他的肢体啊肢体好的话追女生就比较快嘛 比较比较帅一点对 那你觉得他是一个好教的一个学生吗 你是他本人啊还是方玉可 方玉可的话特别不好教因为方玉可有点四肢僵硬 然后怎么调很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就怎么调都调不好 这和我本人差不多也 哈哈哈哈 这不是我说的 所以那个跳舞那个那场戏大概是拍了多久 拍了一整个晚上吧 对拍了蛮久了 拍了快天亮了 因为挺好的拍的 嗯挺好玩的 嗯那如果请你们帮助你们朋友就是追异性的话就是你们一般会选取哪种方式呢 我可能就提醒他女孩子大部分还是喜欢一些贴心的然后默默做的就不要老用嘴巴说的那种就提醒一下这样 嗯但是你应该方玉可挺会的所以 我没有教过别人就是这么追我觉得可能如果要告解朋友就可能就是真诚吧 因为女生都挺挺聪明的就真诚就够了 因为现在现在不是也有很多就是生活中一些男哥妹或者女闺蜜都会给跟你朋友就是就是诉苦就是说啊自己喜欢某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怎么去追求 嗯你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就是朋友然后你给到他们一些建议吗 女生好像身边的大多都比较害羞啦 嗯所以我觉得也不用用特别用什么招数吧因为我觉得男孩子其实也挺聪明的都看得出来哪些女孩子在玩游戏哪些女孩子是真诚的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就是好好的跟这个男生相处 嗯我觉得处得来的话自然而然就会有好结果 嗯那外龙在就是片子里面也有就是半丑的那个部分嘛 然后可以跟我们讲讲说当时订装的一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事情 就因为还有就是戴牙套那个牙套是真的吗 呃是做的牙套就可能就是讲话一开始会听不太懂 就这种戴戴那种口水拉丝的感觉 听那种然后偶尔也会被那个里面的钢丝给划破嘴 对对对对 当时看到自己半丑的那个亮相造型出来的时候自己当下是怎么样的感觉 我还挺喜欢的我也真的我真的挺喜欢的我觉得可能比比变不不不两个都他 我说因为形象不一样吧那样就看起来比较贴近 然后比较真实比较真实一点感觉好像什么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聊 就变成男神了就有点距离会比较害羞就真的会和回合之前之后的反差会有不一样 这一个可能生活化一些嗯嗯那如果说让你为角色伴丑的话 就是你能接受的一个尺度是在哪里 我觉得看喜不喜欢吗喜欢的话我怎么都可以 其实人家要提光头什么的这种 哎这是算啥就没有问题 喜欢的话OK 头型头型还挺美的 那这里面好像是到最后是有那个恢复帅气的一个部分的是吗 变帅不是恢复变帅 变帅的那个部分那呃这一部分拍下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 呃就是有那种前后的一个反差的一些 呃现场有没有那种比较好玩的一些事情 反差还挺大的 那天有听工作人员说就是我们他变帅的那一天 其实现场有多了很多各个地方来的来探班的来来突然来支援的就大家就为了来看 然后宋慧龙就是终于换了一个样子 剧组的演员说原来你长这样啊 对因为大家不太记得你长这个样子 全程一直都戴牙套那个大蘑菇戴个眼镜 就会不一样嘛 就突然那天突然变了个样大家觉得 你长这样啊原来 就让大家一下子惊艳了的那种感觉 那那个之前那个造型的话是大概就是维持了多久呢 是从镜组那一刻开始就一个 对刚开始一直都是那样子 嗯那就是就是刚刚说的那一场戏的话对于你们两个人呢 就是戏里面的关系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是不是一个关键点呢 嗯那就是变变帅的那场戏 就是对于你们两个在戏里面的一个关系是不是有一个转折点 那场戏有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折点 就一个一个场合然后一个一个舞就对对对 表明了彼此的心意 但剩下大家去电影院看了对对对 那反正是为了他嘛对 那你们是怎么看就是女生倒追男生这件事情 是觉得可以接受吗 我自己认为挺好的很勇敢 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喜欢就勇敢一点吧 嗯女生可以倒追你吗 可以啊没有问题 哈哈哈哈很常有这个 喜欢喜欢的话就不要管谁追谁 就喜欢的话就就不分这些东西 嗯那在面对自己喜欢的异性时 就是你们是属于被动性的还是主动性的 会具体就是会做些什么呢 被动性的 我是属于很松的那种 嗯 比较松的那种类型 嗯我也是 是被动性的 那就只能是等着对方 就是给你给你们一些暗示吗 可能要给多一点 我真的确定的时候才会比较卸下一点心防 我觉得才会比较表达一点 嗯我啦 嗯那威龙呢 差不多 如果如果说就是真的是自己很喜欢的那一个人 但是就是对方也是可能说也是属于被动性的 那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们会怎么办呢 这个 就比如说你是被动性的他也是被动性的 自动自动认为不喜欢我吧 嗯 我们可能就这样因此错过了 所以大家还是勇敢一点 不要学我 嗯 那呃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两个也是第一次合作吗 嗯然后在合作的中的话 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感受 然后再讲一下说拍摄的一个过程中 戏里面有没有让你们大家都比较印象深刻的一场戏 也挺像电影里面的样子 嗯 然后印象比较深刻 应该是预告里面有一场比较大的舞会 因为我觉得男 我一直都期待有一天 学生时期有男生可以来邀请我跳第一支舞这样 所以那场我还挺印象深刻的 嗯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方玉可对玲玲就是突然 就是放开了打开心怀就告诉她 我是喜欢你的那一场戏 嗯 大家去电影院看一下 哪个女孩的合作感受呢 因为是第一次合作吗 就是和之前的 就是我想的想的 聪明华是不一样的 之前就是停留在我的时候 因为她演的非常好 就以为她真的是一个 就是很很小女生的那种女孩 嗯 那发现她其实 嗯 还挺很会照顾人 然后也很认真的一个女生 嗯 嗯 那呃在电影里面的话 也是有一些比较亲密的戏份吧 就比如说我喜纳拍摄的一个过程中 有没有比较嗯 就是顺利吗 然后有没有NG啊 刚开始肯定会有 就是紧张 但是投入到角色就很顺利 顺利 嗯 嗯 那一开始的紧张是怎么克服的到后期 进入角色 嗯 嗯 那呃有些人认为是说 魏龙这次的角色是男版林真心 嗯 就是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 嗯 可能在造型上面大家会有这样的联想吧 一样从一个戴眼镜的 然后有点土土的 然后呃 突然变成懂得怎么打扮自己啊 然后等等的 我觉得可能只有造型上面可能会有点相似吧 嗯 但做的事情上面我觉得 不太一样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嗯嗯 那如果就是给你们就是安利一下我们电影啊 然后用非常有创意的推荐一下 是 跟网友们观众们推荐一下这部剧 让大家去电影看 哈哈哈哈 你先你先 比较创意的 嗯 大家想谈恋爱吗 想的话 就一定要来看这部电影 对 哈哈 你自己推那一下 就希望大家能看到这部电影 然后能想起 青春的那个人 能想起曾经的回忆 就是想起自己以前默默付出啊 对 心疼一下方一可 啊 嗯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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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也不会表达吧 就是如果喜欢一个女生可能会装作不理她 对 可能拍很多舞系的时候 动作系的时候可能自己完成的会效率比较高一些 嗯 对 之前练武术的时候很辛苦 然后觉得自己的意志力算是比较强吧 嗯 不会 觉得还是蛮好的一个境 虽然很累 可能九岁的时候就离开家自己去 去学习了吧 去学习武术啊 去学习很多东西 就 就没怎么回家过 嗯 对压力肯定是会有 面对镜头啊 面对这么多人 这么双眼 这么多眼睛看着 肯定会有压力 对 尽量每一次都能让自己 适应吧 就是 慢慢 采访多了啊 或者拍戏拍多了 可能就 总结经验多了 可能就会更有自信一些 嗯 最近特别喜欢一个动漫 我觉得好多男生 现在应该都在看吧 叫一拳超人 一拳超人 对 对 觉得很好看 想想想想 想体验一下无敌是多么寂寞 嗯 一拳超人 让痛苦消失 让快乐永恒 花钱 神笔马良的笔 画 画一个 一拳超人吧 现实中会喜欢周莲一扎新的女孩吗 会喜欢 会喜欢 你觉得甜甜的爱情的必备三要素是什么 甜甜的爱情 我觉得 喜欢一个人就是甜甜的 不需要三要素 从预料片来看 现在我的青春都是你 是一部暗恋的校园爱店 请用一样食物来希望你心中的暗恋 奇异果 又甜又酸 就是 喜欢一个女生会吃醋吧 其实实在做过最中二的事情是什么 中二的事情做过太多了 就是 可能自己看完一个 特别热血的一个电视剧或者动漫 然后再到学校就会热血沸腾 然后自己去 一个训练坊去训练 第二天就坚持不住了 分享一个你曾经入过的黑映食网名 SWL 爱的旋律 就很非主流的一个网名 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自己会回头看自己的影视作品吗 会看 会自己偷梦的去检查 看到我一戏的时候 你的肯定是什么 吻戏的时候 刚开始拍的时候可能会紧张吧 然后到后来进入角色就可以了 如果要用粉丝胖石巾来换一下你心灵的东西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最怕和自己饰演的哪个角色成为情敌 为什么 我觉得饰演的角色都很有可能成为情敌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魅力吧 2019年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开心 说一件粉丝做过的最让你感动的事情 感动的事情 就可能看他们的信的时候吧 就是压力大的时候 就有一阵子把压力更大了 然后就看他们的信 就感觉会获取很多能量 就这么多人鼓励着你 有观察过来接机的粉丝们吗 有 有一种是戴着口罩在后面疯狂拍照 还有一种就是在你旁边 不停的问你问题的一个粉丝 下面是一道求生巨大问题 如果女生在说出你下台词的时候 你怎么做 随便 那要看人物关系了 就是自己的女朋友和朋友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是女朋友呢 随便 那肯定是我给她做决定啊 就我帮你做决定就好了 可以给早上起过来的粉丝 入一个早期闹琳吗 什么闹琳 看 怎么说呢 嗯 快起床了 嗯 好了 想问一下就是拍文系之前需要心理健身吗 需要吧 就需要去投入角色才能打动别人 就是这个年纪很小 就想问一下 为什么就是拍文系可以 有的那么酥的状态 酥吗 可能就是投入角色吧 就熟悉的可能就是那种 大家一起玩就比较逃的那种 如果不熟悉可能 大家都会觉得我比较安静吧 想起来都很难忘吧 就是一起 因为是体校嘛 然后每天一起出汗 然后吃 出完汗一起去食堂打饭 然后赶紧 每个人都很快就赶紧吃完 就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 就是中午休息去打篮球 对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 还挺难忘了吧 我上学的时候没有安恋的女生 因为我是体校 没有几个女生 几百个人里有 那十个 有十个就不错了 我们班没有女生 青春比 我的少女时代 这也是孙文化小姐演的 对 这部系列我更喜欢 就是 丑的时候的造型吧 觉得 其实那样子还挺可爱的 就人物性格什么的 就刚开始可能会面对镜头啊 或者是面对这么多人 可能会紧张 然后慢慢的可能就是 就不会了 就是觉得还是 就跟平时正常聊天差不多 可能就是我姐吧 因为我姐 两个姐一直都跟在我身边 就是让我比较有安全感 有 以前看过很多电视剧 然后 我没出道的时候就看了 她的少女时代 就是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就觉得 哎 那种感觉还蛮奇妙的 都喜欢 你要问我 让我问说哪个更喜欢 肯定不能说 就 就 就都都挺喜欢 都最远 都最远 每个性格人物不同吧 对 对 对这个系里面 我更喜欢自己 丑的造型吧 刘依菲吧 刘依菲吧 一小时觉得 看过那个神雕俠里 觉得很漂亮 小时候 陪我青春度过的 风光专轻 因为爸妈总放 然后我也觉得 蛮好听的 小时候就总唱那个 和唐玉丝 刚开始没有 然后但是时间久了 就会有 就还是想回去 对 露个上面是没有关系 而且 已经 为艺术先伸过了 但 有啊 有露上半身 不会啊 最大尺度 其实也没有 很多问题 但是 但是工作嘛 就是 成熟一点 就大家都需要生活 成熟一点 大家都需要生活 好 哈哈哈